你 空 有多少空多少 老板 全部吗 你就按我说的做 让他们认为抄底都能赚 行不行啊 可是这样很多人会倾家荡产的 这种事情还要我去说呀 你就告诉他们能抄底 不就完了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会不会 我说王经理啊 投资人的那个利益 你觉得很重要吗 老板 我明白了 月月 我说你长没长脑子 搞了个这么个破坏魔给我 你上班别记不住我妈妈 大哥 我这车是新车 如果弄脏了 那这会生我气的 这整天小女人 你这么一样没有点出息 赶紧睡 睡完最后的把车班换去 我把小女孩放出来吐吐气 别哭了 一会儿叔叔给你买糖 别哭了 赶紧我把你拉人喂食 大哥 不行 咱们把小女孩放吧 放进去放 就你这个熟悉 能找到老婆吗 去 大哥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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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那 不 我把泡面给它吃 屁 你还把泡面给它吃 你怎么不给你沾点辣椒面 把孩子吹着 这孩子 把孩子吹着我 你 他 快 他 你站住 快点 叔叔你别推我下来 别急了 大 大哥 他又来了 好 完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了 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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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珍呢 双龙戏猪 五香蛇骸 江辣蛇 各来一份 知道了老板 讨厌死了 喝喝干杯啊 看 你有病了 你有病了 尹尹 我们还会在 还会在 近日来 我是出现了一条 巨大蟒蛇 并造成多起 人员伤亡事故 目前警方和捕蛇专家 正在全力搜索 蟒蛇踪迹 市民有了知道线索 请拨打本台热线 最后警方呼吁 市民应尽量减少 夜间外出 不要在河边弄躺逗留 尹尹 刚才接到群众爆料 游民被人犯 转卖的小女孩 被巨蛇所救 这太匪夷所思了 让我们跟着镜头 去一谈究竟吧 你好 我是本台记者 吴所谓 请采访一下 这小女孩是被巨蛇所救 那条巨蛇有多大 有那么大就像一栋房子 对于女儿被人犯子拐走 你有什么想法 对不起 不要采访我 您说一下吧 我可分告 如果你的推测没有错 那巨蛇和那个女孩 就有互相感知分威的能力 那我们应该有所行动的 我怀疑这些 跟紫光草有关系 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 人类使用紫光草 可以改变DNA结构 并产生复杂的基因联系 那就是没有任何进展了 是不是可以直接从草本阶段 挑跌到动物阶段 我不同意这么快 目前为止都是猜测 紫光草的作用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蛇都已经进成了 它的目标肯定是女孩 我们为何不抓住它 对它进行生物解剖和研究 如果被别人夺手的话 那就没得玩了 凌晨 凌晨 你必须无条件帮助公司 抓住巨舍 公司不是慈善机构 是不会养你这种嫌人的 怎么 你在拥有什么 你根本就不清楚你在面对什么 你是怕了 还是心里有鬼啊 好了 姜姐 不要说了 林丞 跟我来一下 林丞 这是占地八平方公里的 一片原始热带雨 一万多种动植物 三十个招人群 你觉得这地怎么样啊 老师 我觉得我们的重心 应该放在紫光草身上 你和你爸妈一样 都很纯粹 因为有了像你们这样的人啊 公司才有了希望 也只有像你们这样的人 才能研制出 帮助人类抵御疾病的药物 现在 整个城市都在找这件事 你觉得 他们找到他 会怎么样呢 我明白你的难处 我已经买下了这片色 以后 这里就是生物科研的圣殿 一一和巨蛇将安置在这里 而你是这个圣殿的守护者 这一人 fors可能今天 不会存在 还不来 你说 这都要做 那怎么办 我 保护好他们